黎諾爾、高凱寧和趙希樂 這一天就一起參與派口罩活動 高齡最近就因為疫情改了食素 近來我覺得今年好像 很多事情都發生得不太開心 所以就突然間有一個心情 不如我吃齋吧 為了什麼都好 然後就開始一下子 把所有肉類都戒掉 最初是有點不習慣的 因為家裡始終我弟弟喜歡吃肉 我媽媽煮肉比較多 突然覺得你沒有菜吃 但後來我媽媽看到我沒有什麼食物 就瘦了 之後我媽媽就開始研究一些 好吃的素菜去煮給我吃 至於黎諾爾就為了要和兒子 小春雞解釋為什麼因為疫情 不能出街玩而煩惱 她現在還小 她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不能出街 所以儘量帶她去郊外 明天我都會帶她去郊外玩玩 因為始終小朋友 我有一個兒子三歲 是需要方便的 但是你跟她說不出街有病菌 她就會… 我現在經常跟她說外面有monster 有惡魔 我怕我遲些大了 為何爸爸外面有那麼多monster 我要解釋給她聽 那就是這樣 儘量給她少一點家人 即少一點是街 提到馬國明和唐詩詠最近的匪聞 就罵得熱烘烘 樂意這位好朋友應該都會知道些事情 我怎會問這些事情 而且馬明都比我大 難道問她你拍拖沒有 但我覺得她適當時間 如果真的很開心 就會告訴大家 大家不用擔心 我愛他們 愛他們 愛他們 愛你們 愛你們